在我們簡報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叫做數位時代的被遺忘權 在這裡 現在各位應該都知道就是 你平常你的資料 現在有沒有很多都有印出來 我們以洗照片來講好了 你照片像會不會特別洗的話 會喔 很少大部分都是為了比如說可能有特定目的才會特別洗嘛 對不對或者可能這是要交報告的啊 是 哪一類的你還特別洗出來 大部分現在大家的資料 是不是都放在網路上 所謂的網路上包括什麼 你自己的空間也好 FB Line 那Line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Line上面的 照片或文件 如果你請問經過多久他就自動不見了 文字會繼續留著 但是照片是會不見 大概多久 我記得好像是10天還是一個禮拜 是不是那個照片就是保存期已經過了 你只剩縮圖而已 所以這個大家會比較會注意說 我要不要把它下載一下 但是你的FB 你的 一些社群的Google家也好 請問 你們現在有沒有很多朋友都是在上面的 那你這些照片也沒有出來 你的一些 文件也都沒有出來 萬一 這些網站以後不見了 你會怎麼辦 就好像我們剛剛看的這些所謂的 線上學習的 線上學習也許你覺得 不是很重要 那丟掉就算了 反正你已經學會了 那還好 可是 因為現在大部分大家的資料都在網路上 或者說電子 電子打 那萬一有一天你的電腦壞了 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哪一天FB壞了 或者你電腦壞了 你的人生 就會有很大一段空白通通不見 朋友也不見 FB假設你的FB帳號被到 或者是 自己忘記密碼 有沒有那種人 有 真的會有 就進不去了 你用一個新的帳號 請問那些朋友還是不在 不在 你要重新一個 可以再加我嗎 可以再加我嗎 是不是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其實各位以後 會有一個 蠻大的問題就是 資料都在上面 那所以你的所有的過去 也都在上面 那 現在為什麼要特別 介紹後面這個遺忘權 因為 現在慢慢遇到一個情形就是 如果那個人 已經Siyunana了 已經回老家了 有些人他不想要把 他的東西就留在上面 或者你 有些人有一些不堪留過去 可是你會發現 以前我們那時候 那種新聞 可能登完報紙就沒了 現在不是 你們有用過Google 查過自己的知名度嗎 你不知道有時候你也很有名嗎 除非你是蔡奇阿娘 你若是蔡奇阿娘 也許 也許跟別人 別人一樣的比較多嘛 什麼惠庭啊 雅 雅蘭啊 還是什麼那個 就是 你如果是比較跟別人一樣的 那這個當然就 不見得是你 可是 很多人的名字都有 獨特性 唯一性嘛 一早就知道是你 那 如果你有一些不OK的 你不想讓人家知道 網路上 如果已經上播出去是不是就來不及了 就沒辦法收回來了嘛 所以現在呢 事實上有一種就是 Google他現在就有推出了叫做 閒置帳戶的管理員 也就是說你 萬一今天這個人 因為每個人 很難講 對不對 萬一這個人 已經 大概 比如說半年 或多久 不用了 不用這個帳號了 就是都這個帳號都沒有任何活動 那Google就開始 留意說你有沒有指定這個 閒置帳戶管理人 比如說 哪一天 發生什麼事情 那那個人 你指定了那個 他就可以 登入 你的帳號 來幫你處理 你需要處理的事情 這樣了解 另外 還有就是 我們也派一個情形 什麼情形 這一種 在這邊 FB現在也有一種叫紀念帳號 帶你的 欸 對啊 因為這個 比如說這個朋友已經不在了 可是有人來這邊都留言說 嗨好久不見 那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對不對 或者來這邊 還來給你按個讚 那你不是給他 哈哈哈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FB要 除了讚還有其他那些表情符號嗎 不然老是 不好的事情也按讚 好的事情按讚 沒關係 不好的也按讚 所以他現在也有一個叫紀念帳號帶給人 也就是如果你設了這個之後 這個帳號的內容就永不更新 單純紀念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是 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 數位時代 慢慢的大家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當然你那些銀行 那些什麼 一些信用卡 那些 該處理還是要處理 只是說 以前我們都處理實體的部分 現在就是虛擬的部分 也要一併待進來處理 這個是 跟大家稍微 簡單介紹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目前Google跟FB 因為他們都是比較大的社群網站 跟所謂的這個 雲端服務的使用者 眾多 那他們在這一塊就會走得比較前面 雲端服務的感應